63岁的周润发老了,66岁的红金宝老了,而他却把63会活成了36岁。 在娱乐圈中,有许多真正有实力的明星们已经老了,年轻时的他们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,现如今他们怎么样了呢? 今天小编给大家旁点下这几位60多岁的明星,最后一位硬是把63会活成了36岁。 说起红金宝想必各位网友们都非常的熟悉,红金宝在娱乐圈中拥有非常高的地位,他拥有诸多重身份,比如演员、导演、还有舞师、等等。 网友们称红金宝为最灵活的胖子,红金宝生于1952年,现在红金宝已经66岁了,身体状况是大不如从前了,出席活动和平时外出都需要称作轮椅,不由得让人感叹,这个灵活的胖子真是老了。 周润发在全国乃至国际都有很高的名气,周润发见证了香港电影最辉煌的时期,他也给我们留下了无数个经典角色,比如独树高超的高进,还有有情有义的小马哥。 现如今的周润发已经63岁了,虽然近几年也出演过多部电影,但是如今的小马哥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风采,红了几十年的周润发也慢慢地变老了。 成龙在如今的娱乐圈里是非常有地位的,年轻时候的成龙出演过多部电影,给观众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,而且成龙大哥拍戏从来不用替身。 所有的危险动作都是自己做,每部电影都可以说是以命降博。 成龙出生于1954年,现如今已经64岁了,再也做不出来哪些危险的动作了,不由得让人感叹,成龙大哥真是老了。 说起李廉洁想必大家都很熟悉,李廉洁是一位功夫巨星,年轻时候的李廉洁出演了很多部影视剧,比如《中南海保镖》还有《少林寺》等等。 他所出演的每一部电影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近几年李廉洁的身体情况一直不太好,李廉洁这位功夫巨星也慢慢地退出了荧幕。 后一位就是费玉清了,费玉清在很早的时候就以歌手的身份出道了,费玉清今年已经63岁了,但是费玉清保养得很好,看起来非常年轻,看来有个好心态还是非常重要的。 很多网友都感叹,费玉清是把63会活成了36岁了。 参考来源